對於撞的車禍意外就發生在北宜公路 當時一輛機車過彎時候不慎失控 直接衝透對向車道 撞上另一台機車 就造成對方後座的民眾整個翻落 護欄衰落 幸好這衰落數是有邊波 因此只有擦錯傷 沒有生命危險 其他三個人都是陡在路面 全數緊急來送醫 至於撞人的騎士傷勢嚴重 腦出血住院觀察當中 蜿蜒齊軀的北宜公路 一對年輕男女騎著機車快速行駛 忽然間對向來了 輛機車失控跨越雙黃線 導致兩車相撞 騎士雙雙噴飛 場面相當驚險 壓車過來 壓不過去是不是 壓不過去通常就會跨線 跨線 所以會不會擔心遇到這樣的狀況 就是會擔心所以才很少走 原來類似事件不是第一次發生 路過的民眾都提心吊膽 事發在58公里處的北宜公路 18號下午2點 機車因為轉彎不順 撞向對向來車 被撞的機車遭撞翻 後座乘客滑落邊坡 雙方駕駛經警方 實施酒色後無酒精反應 那後續皆有受傷 並送醫治療 那詳細造勢原因 傷帶釐清 這起事故造成兩車死人受傷 雖然都沒有生命危險 不過靈性騎士 腦部出血住院中 其他人也都有擦傷 以及骨折狀況 詳細造勢原因 還有待釐清 接著蔡依潔紅方生宜蘭採訪報導